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就问说到底是有没有付钱呢 结果竟然被呛瞎 国防部问说你们这样问是不是有政治目的 而很多人收到了公投公报之后 发现难道为了反来公投埋了伏笔吗 我们没收公投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为你介绍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前国舰署长邱淑迪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董志森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王上志 观众朋友大家好 Omicron来势汹汹 今天境外以为有十例 不知道当中会有几例Omicron呢 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关心的是 什么时候能够打到第三季 但是大家发现说林秉书早早都已经打完了 而这个时候中研院也传出了疏失一大堆 P3实验室爆发了病毒外泄 昨天中研院的报告出炉 让人瞠目结舌 不是学术研究最高殿堂吗 竟然发生了连大学实验室都不能接受的错误 本来以为是新人训练不足 但是现在发现原来在卸除防护装备时 三个人只有一个人完全正确 甚至连三个人都全部是直接在中共市里面换鞋子 面对这样的一个疏失 中研院似乎是忙着切割吗 甚至是疾管署到现在没有收到 所谓的鼠咬事件通报 庄人祥就说了 中研院通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有锻炼的情况发生 立文难道他是很隐晦的在说 中研院根本想隐匿疫情吗 所以中研院就是大家都管不到的地方吗 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但是这个实验室他就在做病毒的实验 所以岂不是风险非常的高 如果大家都这么的落差 然后不当回事 然后又不让疾管署管得到的话 那岂不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那谁来负责呢 看一下相关报道 中研院确诊事件爆发 员工紧急筛检避免破口持续扩大 身为最高学术机构实验流程 却有六大疏失 中研院长十三号复利院背询还谎神 但中研院的疏失连同行都傻眼 燃疫的研究处理 连最基本的防护知识都没做到 被老鼠咬后脱防护衣前先拿口罩 而且仅戴单层手套 违反标准SOP 专家黄琼瑰表示 全程戴两层手套很基本 若接触过生物安全柜内的东西 就要换掉外层手套 如果只戴一层手套 为提高生物安全柜以外 防护不对 顺序不对 操作地点也不对 专家也认为错得令人匪夷所思 而且案16816在P2实验室 待三个月就到P3实验室实战 经过这次事件凸显中研院疏失 不少引发专家炮轰 已经不是螺丝松了 而是螺丝不见 因审慎就责 绝不能重重提起 轻轻放下 这不只是螺丝松了 而是台湾有这样子的资格的人 难道完全没有吗 找不到人吗 所以要找资格不符的菜鸟 来做实验吗 那不是整个台湾的 整个科技发展 高科技的相关的一个研究 生技这个方面 已经被国家作为 是一个重点的产业 要去重点的发展 结果在中研院最高学府 最高研究室的部分 出这种包 不是让人家笑掉大牙吗 最重要的是现全国人 于危险之中 所以呢 P3实验室 一查 不查还好 一查就发现问题一大堆 只能两个人进去操作的地方 却同时挤进去了三个人 卸除防护装备 这三个人 也只有一个人是正确 所以就是庆菜随便的意思 还有三个人都没有穿鞋套 就在中控室换鞋 所以基本上就是懒惰就是了 就是随便了 无所谓了 那长庚的黄主任就讲了 这个防护不全 顺序不对 操作地点也不对 错得离谱 匪夷所思 那我们在第一线的 这些医护人员 如果东东像他们 这么拉差的话 台湾怎么可能到现在 还是安全的呢 那为什么我们的第一线 医护做得到 而我们的这个第一线 这个最高研究单位的研究室 却做不到呢 然后呢 这个研究室 原本的负责人 詹佳 从他呢 已经离开中研院了 但是呢 他就出来讲了 他说都是这个女助理的问题 因为这个确诊的女助理呢 经常请假 而且效率很差 所以说是这个女助理的问题 跟他毫无关系 现在是已经开始在甩锅 卸责了吗 而中研院呢 更离谱 中研院就说 他已经不是本院人员了 所以要求媒体 要修改报道的内容 问题是 当时他所在 这个确诊女助理 所在研究室 就是他负责的 他也是后来离开的 所以呢 可以这样子 甩锅甩得这么干净 切割得这么干净吗 难道出事的时候 他不是负责人吗 他就是嘛 那庄仁祥就说了 中研院的通报呢 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 就会有锻炼的状况 所以很奇怪了 所以中研院是有怎么样 吃案的习惯吗 那当你们发现 中研院的通报 怪怪的 会锻炼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 没有更积极 主动的去查呢 还是你们不敢碰中研院 不敢查中研院呢 那这件事情 到底凸显了哪些问题 不是应该要一次 把它统统查清楚吗 最后就是这个 Omicron 会不会外泄 才是我们真正担心的啊 现在一直集中在讨论 中研院的这些疏失 那到底有没有外 就是传染到其他的人 那这三个助理里面 只有一个确诊 另外两个都没有被传染吗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忧心 所以如果是像这样子的 把关的一个研究室里面 在研究这些病毒 让大家都觉得 好像生命安全 有种备受威胁的感觉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在中研院视察 疫苗施打情况之后 她就说了 实验室人员完整接种的比例 竟然只有83% 那么客人的市长下令 要求实验室至少要达到百分之百 而且希望他们通通都要打第三剂 而一届现在对于 间隔五个月才打第三剂 都表示忧心 认为太长了 可是陈时中却说 缩短也没意义啊 医师沈正南就公布研究数据 两剂AZ对Omicron的保护率 几乎是等于零 就算加打BNT 竟然也等于白打 那我们这样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因为先前 因为我们大家 没有疫苗可以打 很多人打的都是 外国赠送的AZ 而且两剂都是打AZ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一届认为恐怕 7加7的这个政策 未来一定会出现漏网之鱼 对 我们的这个 事实上不只是两剂AZ 对上Omicron 是没有效 所以两剂BNT 或两剂摩尔德纳 通通也都是没有效 那你必须要追加第三剂 那我们也知道 MRNA疫苗 尤其是BNT疫苗 大概四个月左右 它的这个血中浓度 已经快速下降 所以打AZ的 必须要赶快追加 而且不能追加AZ 你必须要追加MRNA疫苗 而MRNA疫苗呢 你也要追加 而且追加的时间 恐怕要提前 好了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中研院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这就是有病毒的地方 人家前一阵子 连餐厅 有的餐厅 他都自己要提高防疫层级 他说 拜托这些客人 你们最好是打过疫苗 不然你要做过检验 然后自己的员工 他也希望员工是有打疫苗 可是中研院这种明明白白就摆着病毒的地方 竟然中研院院长不知道他的员工应该要打疫苗 不然你就要做了检验 你再来上班 而且你要定期的去帮他做检验 你环境也要定期去检验 都统统没有 所以一个中研院对于P3实验室人员的管理 还比不上餐厅老板 真正是怕死人 那也难怪他整个是一个 System failure的表现 员工有很多人没打疫苗 员工没有完成教育训练 就上前线去打仗了 然后环境 在这个员工都已经感染了这么久 怀疑还这么多地方都验出病毒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研院是System failure 我们的指挥中心也是System failure 指挥官搞不清楚 我们打的疫苗呢 对于Omicron是没有效的 必须要赶快开始这个第三剂的接种 然后呢 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敢搞一个7加7 7加7当然是不够啊 对Delta也不够 更不要说是对Omicron 我们台湾的防疫 就是一个System failure 从整个指挥中心 对于疫苗的有效性 对于检疫要几天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会很担心 真的这个Omicron来敲门的话 已经来敲门了 而且也证实了 不是他原先知道的高风险 国家才有风险 英国美国通通都在烧了啦 欧洲好几个国家已经在烧 所以我们要呼吁我们全民 一定要让这个指挥中心 赶快醒过来 修正他的系统性的错误跟风险 但是这时候很多人就很羡慕 林秉书了 因为他早早打好两剂莫德纳疫苗了 他不只被这个被爆出 劈腿护理师 而且还是以对方男朋友的身份 去特权抢到了莫德纳的残疾 没有想到媒体又挖出书 原来他曾经也对这个 护理师女友暴力相向 而且还逼着对方在诊所用手机 视讯向他下跪道歉 帮林秉书乔特权疫苗的女护理师 惊传也被家暴 林秉书曾在视讯电话中要求女友下跪道歉 女友不从 林秉书脱口威胁 要散布私密影片 女友吓到在诊所下跪 连诊所同事都看到 就是他都是用相同的模式 比如说要求他的这个亲密的女友 要去下跪 受害的人绝对不止目前曝光的 林秉书特权打苗的招数也曝光 在核心旗下诊所打第一剂时 是以护理师女友同住者施打 但中央规定要家属才能先打 两人明明就并非家人 林秉书凭什么插队抢残技 网友嘲讽男友算家属的话 那干妈干妹不就统统都算 到底是谁在包庇 连医护人员的同住家人 都无法优先施打的时候 凭什么随便说一个男朋友 就可以有关系就优先施打 林秉书第二季是以紧急出国的名义 跑到台中荣总去打 但明明北市一堆诊所就能打 何必舍尽求远 难道是因为中荣院长 曾在林秉书母亲丧礼时振花 代表两人关系匪浅 那事实证明他没有出国 那他如果用这种方式去紧急申请的话 是不是有诈骗甚至是有所谓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一个情况 好 林秉书到底怎么打到莫德纳疫苗的呢 好 看到了现在的资料就是7月15号 他在小核心的诊所 以男友的身份打到莫德纳的残疾 另外第二季则是10月5号 在台中荣民总医院打到的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好 那么这些医疗运所都得解释啊 所以核心的营运长就出来说了 好 林秉书是以护理师男友的身份 打到的残疾因此是完全合法 但这样的说法网友很生气啊 一堆第一类啊 这个只有AZ就算了 而且呢 自己是第一类的这个先生呢 要打疫苗还得要靠民间买的BNT耶 他等到BNT才轮到他打耶 那凭什么男朋友可以打这个莫德纳的残疾 而护理师的先生只能够打BNT呢 好 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这要怎么管啊 那么中央规定是同住就可以啊 可是呢 陈时中的说法不一样啊 他说当时是只开放同住的家人哦 所以家人跟同居者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哦 所以到底是不是合法呢 这是不是应该要搞清楚呢 好 再来啦 这个绿媒也爆料说 原来林秉书也是对这个护理师女友 拳打脚踢 逼迫视讯下跪啊 所以是不是就是用这一招 所以才能够用男朋友身份 打到莫德纳疫苗的呢 好 那么再来啦 中荣也要解释 为什么可以让林秉书打疫苗呢 中荣说啊 其实呢 这个 这个林秉书的妈妈 曾经在本院急诊 住院过数十次 因此呢 送花的原因是因为 基于世俗的礼仪 乃人之常情啊 哇 所以你只要常常去 这个中荣急诊住院数十次 要是不幸往生的话 中荣院长就会送花咯 好 那么台中卫生局的人员说 林秉书的第二季的注记啊 是这个非当期该放接种者 而是他出具了一张 10月20号的机票 代表呢 他要紧急出国 用这样的理由 接种到了莫德纳的残疾 可是是不是有人指点呢 有没有高人指点呢 这个还有待检调来追查 好 那么来看一下呢 事实上啊 核心啊 也就是第一季的时候 当天他是怎么打到莫德纳的呢 其实当天有91个人来预约 接种莫德纳疫苗 事实上最后打了有85个人 好啦 那我们就算一下 85个人应该要开几瓶疫苗呢 好 根据这个游书会告诉大家的 残疾的规定啊 其实就是这样啊 因为呢 一瓶最多是打15个人啦 所以说85个人的话 应该是会开6瓶吧 那么6瓶等于是有90剂疫苗 因此会剩下5剂的残疾了哦 问题是为什么当天有20个人打到残疾呢 所以怎么打到20个人的 另外那15剂是哪里来的 哪里有残疾可以打呀 好 那么另外呢 荣总的残疾官网的预约后补 也是当天午后才会知道 有没有残疾啊 而且还要在时间之内赶去打 林秉书他怎么能够事先知道 一定有残疾 从台北立刻冲到台中去 还可以打得到残疾呢 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了 所以你看一般人都是排队半天 到下午才知道 当天的最后一瓶剩下几剂 有没有机会可以打到残疾 但林秉书好像未卜先知一样 只要他去的地方 都一定会有残疾可以打 甚至大老远跑到台中去打 真的是合法合情合理吗 因为他这个明摆这个特权 先说他的第一剂在核心 核心他为什么可以先打 因为他帮核心瞧到很多疫苗 大家都记得高嘉宇那时候的新闻嘛 高嘉宇拿了85瓶 85瓶跟台北市政府 他打了十几次的简讯跟电话 给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长 黄世杰 然后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 哎呀又是我啦 我要多少瓶要多少瓶 全部给核心 那高嘉宇后来东窗事话 由他发誓 他说我跟核心一个人都不认识 而且我没有进过核心 这家诊所没有进去过 如果有的话我辞掉立委 我相信他 那可是你的男朋友 又有一个女朋友在核心里面 所以这个小护士 帮整个核心的系统 瞧来了这么多 别人没有的疫苗 那这个当然他就回报他 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特权 完全是个互相 在那边把这些疫苗 当作一个宝贝大家在用 那时候大家都在抢疫苗 抢了半死 那时候三清半夜十二点 我们的国策顾问还在排队 等着打疫苗 记不记得那一幕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 那你看到这些哪个不是特权呢 所以你看到这个 然后你会发现 原来大家是私相掃掃 根据媒体最近写 林秉书还去瞧一个医院 院长的太太 打疫苗 好多人被他瞧疫苗 每季至少收六万块 那可以这样吗 这是国家的疫苗 可以拿来私相掃掃 一季收六万 那时候十万也有人会让你打 也有人愿意打 因为大家都在讲 很多人甚至跑出国去打疫苗 来回的不止这个价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不法就在我们 整个疫情 瘟疫万年时的时候发生 好 那第二季更诡异了 第二季他就像你刚刚质疑了 他怎么知道那里有残疾 这残疾下午才会知道 那为什么 开始我们听到的消息 说台中农总给他打 是因为他常去探视他妈妈 他常进出医院 所以他也是高危险型 我听了亚兰失效 那全台湾每个人都可以打了嘛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会找个亲戚朋友 同学或当兵同梯的朋友 他住医院我们也常去看他 我们就可以优先打 天下老师这个道理呢 后来就是又出来讲了 说不是不是 是他依照 因为他要出国 所以他有一个飞机票的定位的记录 说我急着要出国 我已经打第一季 我现在要打第二季 那所以他有呵护 规矩 好 那可以 那这个叫围造文书 他有没有出国 没有啊 他最后没有出国 这就围造始公务人员 登载不实嘛 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法律常识 他自己也是练法律 非常清楚 所以这些不是法律漏洞哦 这些都已经公然的违法 那我们检调要查 容不容易查 太容易查了嘛 只要查金流就出来了 这个人怎么会六万给你 几夜几号 好 把他传过来 你为什么会想给林秉书 他帮我介绍打疫苗啊 不 你没有道理嘛 你总要有个说法嘛 对不对 那你那时候航空公司 你怎么去订了 对不对 你用这个来诈骗公务员 你最后为什么没有去 还是航空公司有人 也是跟你 航空公司里面 也有你朋友是不是 也有人在帮你做这个吗 我觉得这东西 你只要去查金流 马上查出来了 林秉书 11月30号被收押 各位朋友 今天几号了 我们已经 差一天就两个礼拜了 我们看到 所有东西都不动 为什么 因为现在只要动 有一个消息出来的话 四大公投 势必通通同同一票购关 民进党怕这个嘛 所以所有东西都在压 你们不要再讨论这个议题 讨论议题对我们很不利 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嘛 可是司法稍纵即逝 你如果没有去查 很多东西就会跑掉 你知道 就会被魅证 林秉书人关在里面 大家也知道 他在里面一直传达信息 他可以散布开着记者会 他可以请律师 律师很懂法律 他明明知道我出来 帮他读这个声明 我会受到惩戒 但是我灵验帮他 而且受到惩戒 为什么 因为我的信息一定要传达出去 林秉书当然传达他的信息 他告诉你 不要因为我这个废人 大家赶快去投公投 他其实里面都有布局的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人 我们也想多想得到 他现在还在暗中 在跟民进党 还是有一些东西在交换嘛 那这些我刚刚讲的 只要查经理就查得出来 这个用普通的尝试想也知道吧 对不对 大家记得台中那个 马萨拉底的那个护哨 一出来全民分开 那个没有党派啊 大家都想要真想把他抓来 做一顿 好 那结果呢 最后查出来 他爸爸出来讲 那个车子挂在他妈妈名下 我们家没那么有钱 我们不是护哨 没关系 检察官 两天之内马上查出来 你所有的金流 你的金流从哪里来 你们在主导一个博弈集团 赚了好几千万 好几亿耶 结果那些博弈集团相关人士 都被抓起来 有没有 就是你只要查金流就查得出来 那为什么查林秉书 你你那啦 因为他们怕影响嫌疾 影响公投的投票 所以各位朋友 一定要去公投 我们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就是靠你手上那张嫌票 对 而且林秉书案 还扯出一个网军案外案 先前就传出 他的维基百科资料被修改了 IP的位置 竟然来自公路总局 也引来是不是国家级网军的质疑 那么这一档 当然要求交流部赶快查呀 查了将近十天 到底查到什么呢 王国财昨天在立法院说 哎呀 IP位置有两个员工使用啊 而且公路总局不是正式的员工啊 就是约聘的人员嘛 所以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呀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上次哥了 所以一般的公司碰到资安的问题 应该几个小时就查出是 哪一个员工在使用的电脑吧 而今天如果说呢 是蔡总统 Deepfake 这样的一个影片 是出自于这个IP 有可能会查不到吗 只因为是外报公司的员工 当然如果是蔡总统的事件 大概一秒钟就查出来了 其实当然现在林秉书很有趣 他我有趣 当然是讽刺的说法 他真的很像一天 就是那个 就是一千零一夜的主角 说不完的故事 一直能够挖出来 林秉书案件 其实他整个 当然现在很明显 就像刚刚董哥所讲的 其实民进党或整个政治力 要把它控制在这个家暴案 这个方面的形象 包括绿媒有那么多的批判他 又扯出他 很多还有什么护理小男友 也都逼迫下跪等等 不利于林秉书的 但是我们整体来看 真的不利于林秉书吗 其实并不尽然 包括这一次刚刚讲 交通部IP 明明这个交通部里面的 这个网军 交通部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公里的IP 这个部分有网机在操作 这已经不只是这一次 包括先前的维基百科 已经是几年前就在做的事情 这个明明在此 其实就是不查 但是我想也不惊讶 就让我们都知道 林秉书在先前 在积压过程里头 散布出来的时候 怎么可以这样子开记者会 就是像我跟董格 跟那么多 我们跑过司法的 这个新闻的人 都难以想象 会有这样子的局面 然后呢 通常同样的 现在法务部长 蔡清祥问他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 他也说 不应该 不应该不是要查吗 不是要惩戒吗 也都一样不查 所以毫无疑问的 现在就是 无所不用其极 要控制住 不让任何林秉书 因为在有关于绿营的 这种政商复杂的 这种关系 一旦产生大家更有兴趣 人人都像柯南 想要追查 林秉书 究竟还有更多 什么其他的不堪 毫无疑问 当然这也凸显出 为什么不去查 包括交通部 包括法务部 不去查 不去惩处 完全就是凸显出 也呼应了 刚刚其实邱组长 所提到的 民进党整个 现在的 有关于行政体制 整个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 现在很奇怪 很像你知道 很多一般人 所谓的养小鬼 你知道你养小鬼 你做了很多不法 很不堪的事情 可是你 你不敢跟人家讲 你完全就要遮蔽 不漏任何人均 现在其实就是 我们都知道 民进党养网军 就像养小鬼 现在林秉书 这个鬼浮出来了 而且发现好多身份 已经确定 他是网军了 然后现在也都模模糊糊 不太确定 也好像是国安人员 然后又是 立马委员的男朋友 然后政商之间 又跟ex贵妇 等等的穿梭之类 又是股市投资的 厉害的人 等等这种身份 真的就像小鬼 就是说现在民进党 养了这么多的 这种小鬼 但是现在民进党的 政治文化 就是要压制住 另外我们也看到 林秉书凸显出 整个特权的网络 而这个特权 不只是先前 民进党养这种政商关系 包括他现在被关进去 关进去 连阿扁总统 当时被关进去 也都没有现在 林秉书这种 能够放话的待遇 所以林秉书的特权 现在究竟到 什么样的程度 这位一千零一夜的 惊人的男主角 也跟那么多女人 产生关系 跟绿营的这个圈子里头 从哪脚踢 然后人家挨得死去怀 这种复杂又立体 又让人难以想象的身份 完全一波波揭露 所有民进党 从政治文化 行政体制 政商关系 所有的不堪 但是就像刚刚我讲 就是不查金流 所以这些不堪 没有办法 一下子或陆续 全部接出来 就要在公投之后 而且公投之后会查吗 我想我们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那么乐观会查 而这就林尼书 在这次的事情上当中 相较之下 交通部这个里面的 公共总局的IP 真的就是个小猫咪而已 在林尼书这个大的 伊托拉谷的这个大坝掌里面 所以究竟能够查多少 能不能乘处 其实是很不乐观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政府的阻挡公投 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吗 有南部国营企业的员工 就爆料说 他的公司动员基层 到公投宣讲来撑场面 甚至为了营造 人潮爆棚的假象 故意把椅子 摆得很少不摆满 那么包括像是 蔡总统 赖副总统 苏院长都搭空军专机 全台到处爬爬灶 也被质疑说 怎么用公家的油 来跑政党的活动呢 立委张启成 出来立法院要求 军方应该要提供 行政专机使用 以及付费的记录 但是国防部的常务次长 竟然质疑说 立委这样问 有政治目的 好 蔡政府是不是藐视国会呢 难道是上行下效 有把民意放在眼里吗 李文 而且这是 他是蔡总统的幕僚 还是是我们国家的军人 你就看到 在1218公投之前 民进党已经糗态摆出 而且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没有遭了狗急跳墙 什么样违信违法的事情 都敢做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重启核四公投领先人 黄世修 再度因公投绝食抗议 要为中南部 饱受空污的民众请命 直到公投结果出炉 我也只能用我自己的身体 来跟国家继续做对抗 应该是新中文股愤怒吧 有眼见民众收到公报 发现里头藏有猫腻 第18案反雷住公投 政院意见书竟然明文登载 此案公投通过与否 都不影响农委会109年公告 莱猪可以进口的效力 专家怒哄 法律本来就不肃及既往 政府故意这么写 是要骗百姓 公投过关也没用 不要出来投同意 公投之前你故意散布这个消息 目的就是希望民众不要去投票 民党还好意思成立 所谓的奥部处理小组 你自己根本就是奥部的创神 苏贞昌除了用动用行政院的经费 去做公投的反方 国库的小偷 大不会的说公投即使过了 他也不遵守 这就真的是公投流氓 有国营事业员工爆料 被动员去支持反公投 现场还刻意不摆买椅子 营造人潮爆棚假象 同时还要求各级民代 必须动员甚至要打绩效 好我们来看到 这个国营企业的员工 居然被要求要去参加10号小岗的宣讲 所以就是高雄 高雄很多很大的国企业 中钢 对不对 中油 那么虽然是所谓的自由报名 可是你没有报名 你可能就会被做记号 所以大家就只好乖乖地去报名 为了让造势看起来是爆满的样子 现场还刻意 说椅子摆少一点 那表示说你看很多人都要站着 没有椅子坐 营造这样的假象 无奈的是17号的选前之夜 还要被动员再一次的扮演假支持者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要求国营企业的员工 通常来当你的这些人情力排吗 来充当你的一个支持部队吗 他们支持的不甘不愿 可是很可能他的考基 很可能会被点油做记号 这还是个民主国家吗 民进场中央也寄出了催票奖励方法 端出了KPI的奖励方法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未来提名的话会被加分 另外林喜耀秘书长也说了 公投之夜不准用游览车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被抓包 不是很多的上面 蔡英文还在讲下面的群众 就已经开始离场 还收椅子了吗 所以这样太丢脸了 时间还没有到 群众就要赶车提前散场 所以不准幼游览车 那这样难度太高了 好 然后更扯的是 昨天在国防委员会的时候 江启臣就质询说 蔡英文苏贞昌 大家专机在宣讲公投 拜托那很多钱 是公器党用 花多少有钱 有没有按照规定付费 来请教国防部的副部长 国防部副部长就说 国防部一定行政中立 可就当国防部副部长 有没有这一位 他在背询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在跟他摇耳朵 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呢 居然跟他讲说不用打 他这个有政治目的 回答感谢 指教就好了 居然做政治指导 一个立法委员 他根据宪法的职权 来职权你国防部 所属的专机 到底有没有按照规定 是谁付的钱 出了多少次任务 花了多少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有义务要回答 你怎么可以在现场的时候 居然有人下指导期 说不用回答 这公然的藐视国会 违法违宪 另外我们看到蔡英文 又没招了 所以继续骗 说今天韩国也宣布 他们要申请加入CPTPP 每次都拿CPTPP出来 问题是美国就没有参加CPTPP 然后他就说了 韩国早在2012年 就开放蓝牛蓝猪 所以台湾现在压力很大 台湾的迫切性很大 对啊 这就是我们最好奇的地方 当年你还记不记得 韩国还有高中生绝食耶 大规模的抗议啊 最后呢 韩国不敌美国政府的压力 的确是开放了蓝牛 但是他们马上就跟美国 签了FTA 也因此 所以台湾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 像很多的传统产业 电子 汽车产业啦 或者是纺织产业等等的 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结果呢 你不是跟我们讲说 去年拜托我们一年前 就开放蓝猪了好吗 去年就开放蓝猪了 现在呢 美韩的FTA已经生效了 台湾呢 不是说 讲了以后 台美的贸易 就会有大要进吗 结果呢 连谈都没有看你谈过啊 更不要讲 什么时候会签约了 所以台湾吞蓝猪换到什么 什么也没有换到啊 而且到了2016年 他说2012年的时候 韩国就答应蓝猪了 但是2016年 你们一大堆立委 包括这个在选举的林静怡 也在反美猪反蓝猪啊 好 最后就刚刚讲了 居然行政院的意见书 可以大拉拉的在 我们的选举公报上面 讲说农委会公告的效力 均不受其法力影响 是故意在讲说 公投通过了 反蓝猪也没有用吗 在误导民众吗 所以现在是已经狗旗跳墙了 脸也不要了 可以公开的这样子 就违背民意 跟着民意对干 不管你们公投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开放莱猪吗 你们到底是美国人养的公仆 还是我们纳税养的公仆呢 但是我相信 他们不敢这样子硬干吧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岂不是要逼民众 揭竿而起咯 因为所有体制内的民主程序 所有清楚明白的 民意的一个展示 如果民进党都不当回事的话 那么台湾岂不是真的走回头路 回到了蔡英文 独裁的时代来临吗 所以看到为了阻挡公投过关 看起来真的是用尽各种招数吗 包括像是政治指导 要求的王府副部长 在答寻立委的问题的时候 就跟他说不要回答 因为他有政治的目的 这样还是我们国家中立的国君吗 另外行政院在公报声称说 农委会109年9月7号 开放莱猪的公告效力 法规命令不会因为公投而失效 如果真的如此 那我们耗费成千上万的社会成本来办公投 岂不是变成半家加久了吗 书章怎么看 对啊 这个真的是一个 不只是公然的 在藐视民意 而且根本就公然违法 因为公投法第30条 就清楚明确的规范 那么像这种是重大的政策的话 在公投法已经通过了民众 表达了我们的意志之后 是要由总统或全责机关 依照公投法的公民投票的结果 为必要之适当处置 那是奇怪了 是要由总统或全责机关 现在公投都还没有投 如果公投通过了以后 那么总统或者是农委会 就应该依照民众的这个意志 就应该要废止了这个政策 结果现在总统也还没讲话 那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违法乱纪 真的是无限上纲 而且还不断地在威胁 这些表达意见的这些民间人士 跟学者专家 那这我先前也讲了 这个政府真的是非常可怕 它要你吃 这个莱猪就要你吃 它要你打高端疫苗就要你打 但是它不给你打 这个莫达拉疫苗的时候 你就打不到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面对 这样的一个政府 它不重视民众的健康 而且呢 像刚刚立文也提到 当初南韩 它开放莱克多巴胺的 这个莱猪的进口 它也是面临民众 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对 但是人家是明明白白的 是跟美国谈了这个FTA 那我们现在跟美国的这个 贸易协定在哪里啊 连个谱都没看到 那这个加入这个CPTPP呢 那加入在哪里 这个怎么会跟美国有关 美国也不是其中的成员 所以太多的假消息 太多的对民众的这个威胁 那我是要鼓励民众 你还没投票 他就说你投票作废 你就一定要去投票 看看他敢不敢 把你投的票作废 这真的是一个压霸政府 这种政治霸凌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宝贵的这一票 人民现在出了这一票 还剩下什么呀 官员什么违法都敢做 你就一定不能放弃这一票 一定要把这一票投下去 同一票 而且四票都要同意 这种整个能源政策 也是乱七八糟 然后呢 弄这个什么太阳能啊 他没有他能源不够嘛 用太阳能又在伤害我们的生态哦 不是只有这个藻礁 在伤害生态而已 太阳能盖在农地上面 这个电板盖在农地上面 盖在市地上面 破坏生态 来搞一个这个雪钻石一般的 这个替代能源 太可怕了 政府罔顾民意 没有能源政策 没有农业政策 没有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的配套 通通都是空投支票 我们要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 让政府知道 我们非常生气 非常不满意 说的也是 我们除了这一票 还剩下了什么呢 如果连这一票都不去投的话 政府如何能够听到人民的声音呢 我最近看到很多现象 真的都很奇怪 包括真的是没有见过 变电所大爆炸 万龙变电所前天爆炸了 结果双北地区 差不多有30万户 是没电可用 九成以上停电户 竟然拿不到任何补偿 而拿到补偿的用户呢 拿到的是一块钱 1.08块 王世杰就批评奶电 非常可恶 因为这一点赔偿 连去收金都不够用啊 好 那么停电伤害民生 不过蔡总统的脸书上 只字未提 还直播了音乐会 而晚上还在推特上面 因为这个美国龙卷风侵袭 而丧命的美国人 而表示了哀悼之意啊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上志哥 蔡政府执政五年 这个发电的绿能占比 其实只比马政府时期 多大约百分之一而已 可是今年已经跳电四次了 而且还史无前例 发生了变电所的爆炸 我们的政府真的有关心 老百姓用电的权利吗 一点都没有啊 如果真的关心的话 整个在有关于 像刚刚讲 邱主任所提到的 整个我们的 包括绿能用电 这种不稳定的电 跟我们实际上 现在生活上 必须要仰赖非常稳定的电 你就不可能有 这么夸张的结果 而且你说蔡总统 当然置自未提啊 蔡总统怎么会提呢 连我们的疫情 从疫情严重期间 到打疫苗 那么多关联死亡 加起来已经将近 一千多的民众 我们宝贵性命 置自未提 那么蔡总统 他现在是不只是 活在他自己的世界 蔡总统现在基本上 我认为 他现在眼中的 中华民国国民 就只有网民 就只有他的粉丝 他就不断地 看到粉丝对话 而且他觉得 现在你们停电 在新北市 这个地方停电 跟他们有关系的 因为他现在 他的网民 或他的粉丝 仿佛他的国民 他们现在要听音乐会 所以现在要放音乐会 给他们听 他就是一个活在世界 活在他自己世界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 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离谱 都会觉得 你会这么冷血吗 在疫情期间 你怎么会不关心 拜登的狗 你都关心 连我们的人命 都不关心 但他就是不关心 然后到现在 所有像莱猪 这些 他自己一口莱猪 都没有听到嘴里头 要所有的民众 去吃莱猪肉 而这个就是 现在民进党当中 状况的问题 但我觉得现在 当然除了 我们在民进党当中 不断地批评 也不断地批评 在蔡总统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 其实现在有各式各样 包括这一次 万龙变电所爆炸 显现出在台电 或我们在电力问题当中 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部 它的影响性 会影响在当天的当中的 那么多新美式地区的民众 大家都有民怨 但现在麻烦来了 每次民进党的 各式各样的执政 或大或小的民怨 就像烽火处处一样 但是你怎么发现很奇怪 其实这些烽火 都明明很大 或这个很严重 或你想一些人 啪啪 但是就过去了 或者说这怎么意思 就当然现在能够 能够监督像中式的体系 或像中天这样 能够持续监督的媒体 真的很少 首先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也有很大的状况的问题是 我觉得包括在野党 在内后 始终都没有有系统的 去搜罗集结这些民怨 我想这次包括 万能辩论所当中 这个部分 其实当天有多少店家 一般民众受影响 甚至我在想象 有些可能家里 那些长照在看护 需要用电力 家里没有UPS 能够被用电力的 可能在那时候 都有一些危险了 所以在这里头 其实有非常多的民怨 他其实需要蓝或白的 在野党去搜集这些民怨 让这些民怨搜集起来之后 能够体现出来 而不能就只有在网络上爆料 网络上媒体当中监督 这些都太破碎了 要知道现在台湾的政治环境 尤其民众当中 对民进党虽然有很多不满 有很多怨气 你说你有多怨 哇 实在说不出来 因为这里头我们 我们在媒体当中 能够提出的 都是一种理性当中的批判 对于政策的批判跟论辩 可是民众当中 民怨有太多切身的感受 你必须要有系统的搜集起来 否则台湾越民众越太善良了 明明有那么那么多的 不满的问题 但是就闭口不提 人们就遗忘了 所以要不忘不了的 就要大内宣被民进党洗脑 这个部分的收集民怨 包括这些辩念所非常重要 不过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个公投倒数时刻 网友翻出了一段旧影片 过去范云在担任 盛民党焦集人士 在一场活动上谈藻礁 他直指民进党是塑胶 是会制造污染的绿色 我们严肃地要求我们的政府 我们要求我们的行政院 请遵守你们的总统候选 选前的承诺 承诺什么 藻礁永存 为什么民主化的过程中 我支持民进党 可是我今天会成为一个小党的招结 就是因为民进党 曾经宣称他支持环境 他选择绿色 可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那个绿色 不是我们要的 它根本就是一个塑胶 会制造污染的绿色 所以今天我们为藻礁站出来 为台湾的空气污染站出来 一点都不奇怪 我所看到的最可笑的就是 中油告诉我们 各位中油的保育计划 你敢相信吗 有点不敢相信吗 中油的记录这么差 而且他欺骗大家说 可以从多少公顷 缩减到多少公顷 我们都知道 我们所信任的专家朋友告诉我们 这根本就是一个工业港的污染问题 不是多少公顷 缩减到多少公顷的问题 范云委员赶快出来澄清 他说当时的政府没有外推方案 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 问题当时范云自己也说 中油的记录那么差 这根本是污染问题 不是缩到几公顷的问题 那这部分不知道范委员怎么解释呢 郭正亮就说 范云成为民进党 不分区立委最大的功能 其实是要来寻化公民团体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难道像网友说的 其实利益真的是最好的试金石吗 那当然是 因为民进党给他不分区 而且还前三名 对不对 他自己过去怎么选都选不上 然后他过去成立了社民党 其实整个党也是零零散散 那最后他抛弃他的党 去接受民进党的征召 开始递民进党讲好话 简单讲 这在我们政治上叫做变色龙 对不对 当初批蔡英文 批中油批得这么厉害 那中油可以信吗 他说中油 你不是把整个的范围 从多少变多少 对不对 变为23公顷 不是 他说这是工业港被污染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的范围是怎么样 台湾大概现在我们所讨论的 每一件大的新闻事件 都跟范围有关 三加十一 大家清楚了吧 三加十一 这个破口死了八百多万人 政府不道歉 然后范围那时候赶快跑去抖起来 记者到处找不到他 那当然 最近的事情当然就是林秉书 在那边推来推去 然后四个立委陪他吃饭 林秉书老大坐在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那一幕 范围说我第一次跟他碰面 你皱东 各位朋友 你如果相信范围的话 那你就相信世界上有鬼 我真的讲 他时候讲的话不可信 他就是为了去拱固自己 在民进党里面当不分区 如果这一次当得很称职 然后把自己的脸蒙起来 全力去挺民进党的话 下一届不分区 还是有他名字 因为没有人愿意卖这种脸 去帮一个让人看不起的政党 这样涂脂磨粉 那范围愿意做 他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当你批评他 他说不要用网金霸凌我 范围讲得真是可笑 谁有网金 民进党用国家的钱在养网金 谁不知道 你光现在这半年来被揭露了多少事 大家看杨慧如一件 林伟峰一件 然后现在的林秉书一件 大家可以看 每件都是看到所有民进党 在操纵的方式 还有他们的那些卑劣的手段 欢迎心知肚明 可是他还要在那边讲这五四三的 他当年在社民党里面 他希望民进党能分他一杯羹 可是他又要面子 表示说是我 我们民社党多么受到民众的高兴啊 大家知道 欢迎那时候陪林毅雄出来开记者会 因为民进党在台北市中山区提兵的梁文杰 那他们的精神领袖林毅雄就很不高兴 开骂民进党 骂得很难听 我不能骂 因为电视台到时候连我们都被关了 第二个就是蛋 鸡蛋的蛋 然后骂得很难听 骂一骂 那民进党就很害怕 你知道吗 后来梁文杰就不敢出来嫌 后来就一个无党籍的一个医生出来嫌 就输给了蒋万安 那是蒋万安第一次当选立委的那一次 那你把你们两个的记者会 把这些人骂东骂西 而且全部是针对民进党 现在说加入民进党 我们看欢迎做这些事情都被人家摇头 现在根本没有人会把欢迎放在眼里 他在台湾的政坛是一个笑柄 欢迎你就是一个笑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树林大头家 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的候选人 颜花恒 昨天用反凤的方式 颁发了台湾一言堂的排行榜 他说在40天之内 七个战论节目 是不断地累积了175级的负面曝光 通通都在打颜宽恒 痛批示媒体严重失衡 那么蔡政府不断地攻击说 严加是所谓的特权分子 但不从老百姓眼中 难道不是林秉书才是特权分子吗 李文 我觉得台湾的这种整个媒体 甚至已经病入膏肓了 那么你想想看这场补选 从这个罢免的开始就一面倒 那今天陈柏惟 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行径 实在是非常的离谱 然后他非常的不适任 怎么可能在中二选区会被罢免掉 然后在选举一开始 你就看到真的是从第一天开始 就完全进行严加的全面性的毁灭战 人格的毁灭战 然后在这段时间发生过这么多重大的议题 包括宁加拉瓜跟我们断交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台北的便电所大爆炸 然后包括林秉书这么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 他们居然可以通通不关心 通通不重要 然后这些每一天就在林池 每天私设行堂 在修理言家的这些名嘴们 这些主持人们 过去都还曾经有求于言清彪 跪求言清彪 当他家里出事的时候 当他出现麻烦的时候 去拜托妈祖出来主持公道 然后现在呢 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病得很厉害 怎么能够台湾的社会容许这么邪恶 这么没有人性 这么没有品的这样子的一个言论 然后这种言论 它是使用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言论市场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功器 他居然用在这边 用为他自己特别的政治目的 去修理一个特定的对象 那我觉得这难怪台湾的民主政治 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失衡了 也难怪民进党像刚刚大家所讲的 蔡英文 苏贞昌 陈吉仲 大家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可以昧着良心 你看刚刚像范云 一个堂堂台大的学者 整个台大的招牌都被他砸了 怎么可能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 他还敢大啦啦的做 不就是因为有这些邪恶的网军 不就是因为有这些不分是非的 绿媒还继续帮他们护航 继续帮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攻击抹黑政敌吗 所以刚刚署长讲的对 我们人民就剩下这张选票 而刚好这张选票就是民进党最怕的 就是民进党最在乎的 所以只有选票才有办法制裁民进党 矫枉不怕过正 我们一定要把台湾这种已经歪掉的现象 再把它拉回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三中案北院宣判认定检察官 没有办法举证证明 马英九犯罪一审判无罪 但北检立刻上诉 而且还指责北院 说北院何怡婷 实非民主国家之公正法庭 东哥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刚刚讲的惊人 就是我们的国王部 到现在的检察官 其实现在事务官都不中立在民党执政 它是非常严重的 那尤其以司法官最严重 他们过去起诉马航九泄密案 结果马航九判无罪 起诉那十几个参议的检察官 多数都升官 那三中案的情况一模一样 大家要有一样谁样 一堆人就是要把马航九起诉 然后大家就升官